沒下雨,我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團隊 我的弟弟使用隊伍去做排練 包包重量放到背上面 今天是端午節 然後目前我們在介茂師的登山口處 現在和我走在一起的就是向導家好 後面的是我們的隊員 來隊員稍微下手 全程會有移路喔 有空在一起的 在做個營都會有藏體 我們的隊員 霧的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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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好,来哦 好,来,走走 耶 现在看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点30分 目前我们已经来到了金芋旅期 待会即将要到达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杂音的营地了 好,眼前那边所看到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营地了 今天是我们在芥茂寺的第一个晚上 目前大伙都在用餐当中了 那是别团的 别团的 好吧 那都一起入镜了 好好好 OK 马掉 好,现场非常的热闹 两个回帐篷 哎,这两个 你们两个在户外干嘛 哈哈哈哈 奶茶他们喝 我们睡觉 他们喝 哎,还更整呗 哎,等一下 这不会很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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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一早上都抽出面 好香耶 做辣椅子 这些摊内同一摆,脚有点抽出 哦,很香耶 今天是在建茂斯的第二天起餐 那目前可以看我身后 一样还是大牌昌龙 那昨晚初孤的话 这边大概有300多人 包含所有的登山队 想导协作 我在猜想 这应该就是走建茂斯 会让人只想走一次 不想再来第二次的原因 大家看一下 无敌斗的斗上 你真的没看错 这里是借茂斯山 要上嘉明湖 现场看到人山人海 目前所在的高度大约在2900公尺 然后现在走在树林里面 感觉真的蛮梦幻的 你们看我身后 整个路径呢 非常清晰 而且路道平缓好走 看看这路径 整个清晰到不晓得 好像是要通往谁家的豪宅 还是要去什么森林游乐区 也就是这个年轻人 昨天從芥茂斯登山口出發後 第一晚素雲的營地是在西底營地 那邊的海拔高度約2300公尺 到了今天早上就從2300公尺起登 一路連續陡上 可以說幾乎都是連續陡上 也有部分的路段還算平緩好走 現在大家到了嘉明湖以後 不是忙著拍照 是忙著在打卡 對,是最後一個 好興奮啊 好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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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正好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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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后所看到的就是借茂斯上来嘉宾湖的全景 我手指的方向那有一个大的凹槽那里就是嘉宾湖的妹池 然后从那个大的凹槽那有路径一路下窃以后到了河底 那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扎印的营地 我想来到借茂斯最让人不敢领教的地方就是去成无止境的斗上回成无止境的斗下 这是端午年假从借茂斯上嘉宾湖的登山队 据说大概有四五百人还真的蛮夸张的 就是因为端午年假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山友们蜂拥而至 如果说希望来借茂斯上嘉宾湖的登山品质能够好一点的话 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平常日来不要选择这个连续假期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嘉宾湖这一带山域的天气真的就是这样子 说变就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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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荒野旅人的領隊 好笑一個 想回家 想回家 好 剛我講話講了大概十遍 夢話嗎 十遍喔夢話 就是夢話 他說張貝伐你可以睡嗎 你在幹嘛 你有沒有好好睡覺 你那邊會不會濕濕的 我說不會 我現在很好 我在想事情 我不想馬上睡可以嗎 歡迎光臨 大家好 你這次登山的感受如何 我這次的感受跟心得 最大的體會就是 爬山可以一次學到很多東西 比方說像走路這件事情 就很值得每一步用心的去思考 那當然包含吃啊住等等 相信我一定會再來 那你的心得呢 我也覺得上山跟下坡學到了很多 然後小莫跟家豪都非常專業 也非常風趣 最重要的是 糧食要記得帶泡麵喔 這很重要 好 他 那個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 那個挑戰成功 真的不容易 我再過一個月就60歲了 體力不行但是耐力還行 所以這次謝謝很多的隊員 在整個路口上給我幫忙 那個雖然我落後很多 但是最後給我趕上 謝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 那感受我覺得很感動 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登香 四天三夜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学习到很多 不管是跟人的一个 就是互相帮助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 在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该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我就是很感谢说 能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OK结束 我的新的感受是 我觉得自己很棒 然后也体验很多 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例如四天没洗澡 然后又掉到水里 那是我一个很怕的阴影 那谢谢大家 OK好 再来 这四天的感受是让我觉得说 很难想象 我居然趴了上来 原本来想说可能趴不上来 可是我觉得我很厉害 我趴上来就这样 谢谢 然后玉玫 玉玫 我是纪人 然后这次新的就是很累 但是家庭真的很漂亮 然后也认识了十几个山友 真的很棒 还有纪人 爬山真的很累 但是你爬到你想看的景色的时候 你就会很感动 我努力过来 其实这次对团圆很保险 因为我的高山真 让他们帐篷要先让给我睡 所以 真的很谢谢他们 哈喽我是佩玲 然后听说我是这次的祖旧 然后其实我只是想要完成我的那个 愿望清单而已 然后很感谢就是 我有一群好朋友 对 然后愿意一起跟我玩这个 愿望 然后有人听说有人要爆料 因为本人的那个 那个睡觉的习惯不是很好 所以 昨天有一个可怜的家伙 可怜的 我们紧张之人先生说吧 我们也是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昨天最后一天的晚上呢 我大概被打了一共三次 那其中一次是重疾 然后在半夜当时被打扰大概十次以上 导致我今天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是不是被三神惩罚了 嗯 应该是有可能啦 那我是 也是感谢这些祖旧 给我很特别的爬山体验 谢谢 这过程是姐姐的爱好吗 姐姐担心她晚上睡不好 然后一直担心她不知道好不好睡 所以姐姐一直关心她有没有睡好 不过很感谢她 对 包容我 Mu 陪你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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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在这里的感受呢 这是第一次来爬这种 百月然后第一次睡帐篷 对 觉得很累 然后爬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可是呢 当我到达了 嘉明湖觉得一切 哇好棒喔 超棒的 棒极了 没错 真的 但是路上一定会看到许多毛毛虫 很可怕 像对的你一定多爬几次就可以克服了 家豪跟小默带队神太棒了 你想来第二次吗 嗯 我也想再来第二次 好 这是我第一次爬嘉明湖 然后上一次爬高山是四年前的御山 那我觉得嘉明湖借茂斯的路线是真的蛮挑战的 可是当看到嘉明湖天使的眼泪那一刻一切都值得 来 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太久没有爬山了 然后呢 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 能够跟这个燕寗佩玲 然后还有身边的朋友一起爬 就是 这次爬山最大的收获就是 30年第一次能够这样爬山 然后遇到自己的学弟妹 然后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特别的一次爬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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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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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